DRG和BOA 这两支队伍在本次挑为第一轮就相遇了 当时BOA爆冷战胜了DRG 第二轮两支队伍又抽到了一起 而这次DRG完成了复仇 如果这次DRG输了 那可能也是这五人组离重组最近的一次了 第一局比赛基本上就是孟希中奎的个人秀 说实话在KPR上也没有见过这么准的中奎 说DRG是被他一个人打爆了也不过分 尤其是中期这波两连勾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走向 对 勾到了西施 大周被勾过去了大周再一开 过来做一波拆火 但是还是被夏老冬给收掉了 然后侧面的话还想去顶一下少彤的这个 李元芳二子能拉开了 正面的龙应该是可以给到活践第二支的 又勾到一个卵大师又秒了 我这一个命中率 最后一波这个自信的勾闪 应该也是很多职业选手梦想中的场面了 中复要甩勾了 勾闪勾到了金 我金被勾过来了 大周再一时给到了一个晕圈 进化了一个复活甲 或者站起来会不会被守时一拍躲了一下 大周过去还是没能够走掉 小童收掉金了以后自己的国家也被打了出来 但是还依旧还活着 亚连大周进场以后也压推了对面的一个身位 BOA第二局有点赛马的感觉 把挑战者祝福的大球老夫子留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他们前期打得也非常好 尤其是这个吕布几乎只杀疯了 11分钟的团战 吕布先是一刀砍死了海悦 然后有击杀纳克露露 大招好了之后和亚连原地战路也不怂 亚连跑了吕布就追 直接收获一波三杀 不过没想到那也是吕布最后一次高光了 后面吕布开始化身德华 在后排被纳克露露和张飞包围的情况下 选择了深入敌后 结果自家大桥被击杀 吕布也被海悦拉到了幻境里 出来只能和海悦进行一换一 最后一波团战 BOA拿到风暴龙王竟然打输了 吕布明明有钱出复活甲 但他偏偏合成了个天穷 导致被海悦拉进去之后出来就没了 第二季这边 白兽打出了三体人的强度 硬生生帮助队伍打赢了团战 第二季也终于完成了复仇 没有让KPL再丢一次脸 这局BOA的吕布前期打得相当不错 要不是后期德华附体 第二季还真的不好说 德华在前阵子体验吕布新皮肤的时候 就信心爆棚 要一打二孤影和柱子 结果被两人各种约塔 折磨得直接投降 BOA这局可能也真的是因为 前期打得太顺 收不住了 在前面的比赛中 KSG输给了主播队小当家 已经有三只KPL队伍翻过车了 这次的挑杯确实是冷门频出 或许会有多只队伍进不了正赛了 感谢观看